小胖乔 你没事吧 你都不会骑电动车 飞着骑他干什么 你看腿都流血了 小乐 我的腿好像断了 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昨天我网络女友送过一条小鳄鱼 本来我是不接受的 但是经过他的软膜硬泡 最后我还是收下了 哎呀 小乐之前的事情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再说了礼物你也收下了 就不要生气了 大不了我今天陪你拍视频 可是我今天不知道拍什么视频呀 有很多粉丝说想看看你奶家都有什么东西 要不然咱们今天就给他们拍一期啊 行呀 那拍完了之后 他们会不会喜欢 放心 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而且还会给我们的视频点赞的 话不多说 上楼 兄弟们 接下来大家就跟我一起 沉浸似的 观看我奶奶家的小院 从这个大门进来后 映入眼帘的 就是我经常给大家放烟花的小院子 然后一共有四间房子 接下来就由小朋友来建设 好 第一间就是炒棚 里面作为车库 放着一辆三轮车 第二间就是厨房了 就是平常做饭的地方 第三间就是动物了 里面储藏的都是冬天的粮食 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 废话 我又没让你说 我是问兄弟们 最后一件就是王爷乐他奶奶和他爷爷住的地方了 大致就这么多了 要不然王爷乐你和兄弟们说一下 你奶奶家都养了什么动物吧 行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第一个就是黑豹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之前送给我王爷女友的小狗 不过因为前几天我们一直吵架 所以就把它暂时放在我奶奶家养了 第二个就是这只小猫 是我奶奶从别人家里领养过来的 因为害怕它跑丢了 所以就暂时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等过两天就把它放出来了 第三个就是小兔子 哎 兔子呢 难道跑了 完了 这只兔子是你送给我的 我不管你要陪我 行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 拿过来我瞧瞧 给你啊 这么大的兔子 你让我去哪里找 反正我不管 我给你两天时间 你找不到你试试 行吧 我尽量想想办法吧 现在我奶奶家的所有东西都已经看完了 还有一个好地方没去呢 什么好地方 你等着 我去骑电动车来接你 看了一会 兄弟们 我都等判个多小时了 小朋友怎么还没有来呢 要不然咱们出去看看吧 小朋友 你没事吧 你都不会骑电动车 非得骑它干什么 你看 腿都流血了 有了 我的腿好像断了 啊 什么 等着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小朋友 我也 assisting照顾你 我再去骑电动车来看吧 这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